为什么时空膨胀可以比光速还快? 在我们生活的宇宙中,万物都需要在既定的物理框架下运行, 而这些框架就是我们所说的科学,也是宇宙的基本法则。 其中有一个法则虽已深入人心,但我们有时还是会对其产生质疑, 而且我们也很乐意挑战这个所谓的基本法则。 它是由爱因斯坦在一百多年前提出, 即宇宙中存在一个终极的速度限制, 也就是光在真空中传播的速度。 在物理学中,我们认为, 任何无质量的粒子在真空中的速度都必须是光速。 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光速粒子有三个, 分别是光子、胶子和银粒子。 任何有质量的粒子都必须在低于光速的速度下运行, 哪怕是现在所知最轻的中微子只有1.1电子伏特的质量, 比第二轻的电子轻了将近五十万分之一。 它的速度也无法在真空中达到光速。 那么问题来了,宇宙的时空结构为何可以以超光速的速度在膨胀? 甚至是导致一些庞大的星系远离我们的速度也超越光速了。 这似乎违反了光速不可超越的基本法则。 1905年的时候, 爱因斯坦提出了具有革命性意义的狭义相对论, 改变了我们之前对固有时空的看法, 例如耻缩效应和时间膨胀效应。 这两个效应的神奇程度不亚于魔法一般。 其中,狭义相对论的诞生来源于爱因斯坦对光的思考, 并且提出了三个基本的命题。 这也是狭义相对论的奠基石。 1.不论你是谁, 不论你处在怎么样的状态, 光速对于你来说都是恒定不变的。 2.不论你处在怎样的位置, 不论你以怎样的方式在运动, 您所看到的物理定律都是一样的。 3.光的传播不需要任何的阶纸, 有时间和空间就足矣。 这三个基本命题最令人头疼的就是光速不变原理。 因为这个原理违背了我们日常的生活经验, 还有速度叠加在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。 例如, 两个相向同向行驶的车, 它们之间的速度满足叠加原理。 你骑个自行车, 向前扔一个小球, 在地面上的人看来, 小球的速度肯定要加上自行车的速度。 但是光速不是这样的, 它相对于任何事物都是同样不变的速度。 这一件事对我们来说根本无法理解, 但是早在1881年的科学家阿尔特·麦克尔逊和爱德华·莫雷就通过实验的手段证实了光速不变。 实验的基本原理是这样的, 制造一个干涉仪, 在光源处发射一束光, 当光经过分输器的时候, 会将光线分为两束互相垂直的相干光, 这两束光具有相同的波长。 接着, 这两束光经过相同的传播距离, 再次被反射回来, 就会形成新的干涉图案。 这里有个关键点, 如果一条分量上的光速发生了变化, 那么它就会相对于另外一个分量上的光发生之后。 在两束光相遇的时候, 干涉条纹就会发生变化。 但是实验的结果是, 即使地球在宇宙中以大约每秒30公里的速度围绕太阳运行, 干涉条纹也没有发生变化。 这说明, 不管是哪个分量上的光, 都不会因为地球如此快速地运动而速度发生变化, 依然会保持着光速, 不满足我们认为的速度叠加原理。 所以, 光速不变并不是爱因斯坦的凭空想象, 而是实验的结果。 虽然光速不满足于简单的速度叠加, 但是相对于光速的运动会让我们看到光的蓝仪和红仪现象。 在1916年, 爱因斯坦最大的成功就是将引力纳入了相对论中, 为我们重塑了宇宙的时空结构。 在此之前, 我们用牛顿的引力理论去解释万物。 但是出现了一些问题, 例如在大质量天体或者能量下, 牛顿引力不够精准, 解释光线弯曲的问题上也一样, 而广义相对论的出现就解决了以上的问题。 牛顿引力也成为了相对论引力的一个近似值。 广义相对论将引力解释为质量、能量对宇宙时空的弯曲, 而弯曲的时空又影响着宇宙万物的运动。 水星轨道异常见动问题, 以及1919埃丁顿对日式的观测证明了广义相对论的正确。 新的引力理论和时空概念, 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身处的宇宙不可能是精致的。 它要么在引力的作用下收缩, 要么膨胀。 总之,爱因斯坦的宇宙是一个动态的宇宙。 其实早在1924年, 天文学家就观测到宇宙中的星系与我们之间的距离, 和星光的红移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。 虽然星系在宇宙中相对运动, 没有绝对静止的物体, 但这个相对的速度只有每秒几千公里。 而我们观测到的星光红移, 要远远大于星系相对于运动所能带来的红移效果。 并且, 我们发现这些星系离我们越远, 红移量越大。 根据爱因斯坦的理论, 科学家们立即就意识到了, 我们处在一个加速膨胀的宇宙当中, 星系退离速度随着距离的增大, 是因为整个宇宙的时空在加速膨胀。 这就跟你蒸面包一样, 面团里面的葡萄干就像是宇宙中的星系, 当面团膨胀变大的时候, 里面的葡萄干会互相远离对方, 并且最远的那个葡萄干似乎远离的速度更快。 但这不是因为葡萄干或者星系在运动, 他们自认为自己一直处在静止状态, 而变大的是整个面包或者是时空。 例如现在你在上海居住, 而另外一个人在北京居住, 你们一年时间都没有离开自己所在的城市, 你们都认为自己是静止的。 如果地球在膨胀的话, 那么你也会认为对方在远离自己。 星系也是一样的道理, 宇宙中的第一批星系出现在宇宙诞生后的数一年间, 它们刚出现的时候, 所发出的光线就开始向外传播。 经过了130亿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, 星系的光才到达地球。 这些光线被星系发出来的时候, 可能在紫外线波段, 但由于空间在膨胀, 光线已经被拉伸到了红外线波段。 我们接收到这些光线, 经过测量红移植, 我们就得出了星系正在加速远离我们, 而且速度已经超过了光速。 但实际上, 这些星系根本就没有动, 更没有相对于空间以光速运动, 它们相对于空间的速度估计只有2%的光速, 甚至更低。 我们说光速是宇宙中的极限速度, 意思是万物相对于空间的运动速度, 不能超过光速。 这个法则并没有限制空间本身, 空间的膨胀速度并没有上限, 并且它不会违反英国论, 也不会传递任何信息。 最主要的是, 空间的膨胀并不是我们平时认为的物体的速度, 而是单位距离的速度变化率, 更像是一个频率。 空间的加速膨胀导致了宇宙虽说只有138亿年, 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星系, 或者是宇宙的范围, 已经达到了461亿光年的距离。 而且目前, 180亿光年以外的位置, 星系推行的速度已经超过光速。 其实我们现在以光速追这些星系, 也永远无法到达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